哈喽 安娜达 在我们童年的时候 是不是跟着老妈看过很多电视剧 其中有一部《虐恋神》剧 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因为它有一首超然的主题曲 我的天 整个人躁动起来了 今天时候就来带大家回忆这部 男的作玩女的作 女的作玩男的在作的《虐心神》剧 哑巴新娘 他根本不会说话 你还嫌不够亲近吗 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 男主角是大户人家周家的大公子 周少普 这周少普身体不好 整天就 好点了吧 不过呢 他有个亲弟弟周少白 却是身体非常健壮 因为大哥周少普的身体不好 所以没有女孩愿意嫁给他 在他们这个县城 还有一户非常穷的林家 林家欠了周家一大笔钱 林夫人只好把他的那个哑巴女儿 林静云 许配给周家二公子周少白抵债 你可真想亲服啊 是女儿 嫁对了好人家 两家很快就举办了婚礼 可万万没有想到 在洞房的时候 他们周家居然偷偷换了新郎 是大哥周少普进了洞房 这周少普身体又不好 刚进洞房就发病 在地上抽搐 不知道他还以为是丧尸出笼 好恐怖啊 这可把我们的女主林静云也给吓坏了 她刚想逃出婚房 就被她的婆婆周妈给拦住了 这位婆婆的妆容充满了杀气 行婚之夜 你就让你丈夫逃房 你是怎么做人家妻子的 这就叫杀气 这位婆婆也坦白了 静云要嫁的人就是她大儿子周少普 他们周家为了面子 所以才让弟弟去代替娶她的 林静云整个精呆了 你们这不是妥妥的骗婚吗 可是林家的确欠了周家不少钱 女主角林静云只好忍气吞声 接受了周妈的安排 不过大哥周少普 他觉得自己的老妈做的实在太不地道了 所以他绝不勉强林静云 可他的老妈却在房外监视 他就给外面偷听的人开了一个假车 周妈妈听了以后非常的满意 就这样静云在周家待了几天 虽然她的婆婆对她的态度很恶劣 但她都可以忍 因为她根本就叫不出破喉咙 周妈妈也向她坦白了周少普生病的原因 十多年前他们全家出去爬山旅游 因为弟弟周少白贪玩 掉在了悬崖边的树枝上 周老爷愤不顾身的就跳下去救儿子 结果他低估了自己的体重 看来我的身体太重了 为了救儿子我要跳下去了 这真的是震惊了我一百年啊 周老爷居然跳下了悬崖摔死了 然后大哥周少普 他也跳下去救弟弟 结果他还是超重了 后来弟弟周少白给救了上来 而大哥却摔下了悬崖 不过他比他老爸幸运 他没有摔死 只是摔伤了脑神经 所以才导致他现在时不时会有癫痫的症状 不过现在他的病情是越来越严重 大夫更是说他活不了多久了 我大约还能再活多久 大约是八个月吧 只要你心情好起来 我相信啊 你的病啊一定会好起来的 只剩下八个月 怎么能让人家心情好起来 听完了周少普的故事 静云感动到流泪 他决定要好好的照顾周少普 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他甚至每天给他洗啾啾 你是周家的少奶奶 没必要做这种粗活 我不累 喂 你的手手好像刚洗过啾啾耶 其实这个林静云 他也有个青梅竹马的哥哥 志远 志远听说他吓人了 一整个崩溃了 他要把静云给夺回来 可是志远的妈妈不同意 静云他还是个哑巴 他不是天生的哑巴 他是被十多年前那场灾祸 给吓哑巴了的 原来静云的哑巴不是天生的 他们林家原先也是大户人家 可是在十多年前林家遭到了土匪洗劫 林爸被强盗杀害 最后林家被一把火给烧掉了 所以林静云才被吓成了一个哑巴 所以说静云他不吉祥 迷信 那全都是迷信 全他妈的是无稽之谈 你 你骂谁啊你 志远才不相信静云不吉利 他就是喜欢静云 他半夜潜入到了周家 发现了静云被带婚的真相 他绝对不能忍 他赶紧回家报告给了林妈妈 林妈妈得知以后也非常的着急 他希望志远可以带着他女儿 离开这是非之地 此时周家的两个兄弟 也是非常的自责 周少普就决定 干脆还给静云自由算了 他让志远带着静云远走高飞 静云走后 周妈妈就不干了啦 他就发动周家全部的力量 要找回静云 静云这个时候 似乎对周少普已经有了一些感情 他不忍留下周少普 一个人面对这一切 所以他又回来了周家 刚回家周妈妈就要惩罚他 一句话 就是你这个女人不守复道 连弟弟周少白都看不下去了 这妈妈太过分了 这做女人也太难了吧 做口 你逼着我对你用家法 看着两个儿子跟自己作对 周妈妈干脆直接 我打我自己 看来今天应该受家法 应该是我这个 教子无方的老太夫 打 我们的男主角周少普 夹在中间实在没办法 为了安抚老妈 他只好含泪 对静云使出了家法 这一段静云真的是被虐得好惨啊 他们周家有个小表妹湘君 他一直都很喜欢二公子周少白 可这个周少白却一直在维护大嫂静云 还陪着他们一块家法 表妹就吃醋了啦 这弟弟替哥哥拜堂成亲 哥哥不与嫂子动房 弟弟竟然为了嫂子逃家 你愿与母亲公然反唇 姐 你不会是干新媒体的吧 妥妥的标题等啊 你就要把人家静云说得这么不堪 只有你最心疼 嘎嘎 不过周少白根本就懒得理她 表妹只能伤心地跑回房间 我们的女主角静云就跑来多管闲事 她要安慰表妹 可表妹一点都不领情 走开 你怎么可以跟大嫂这个样子 有没有谁打死我 你打 打 打呀 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见过 等静云离开了房间以后 表妹发现她的一个古董石印不见了 她却一口咬定是静云偷走的 说不定 她觉得那方印神奇 所以就偷了去 男主周少甫虽然身体不好 但她却是一个护妻狂魔 为了维护静云 她当场立下flag 可表妹不管 还是跑来静云的房间搜查 万万没有想到 在静云的房间 果然收出了那个古董石印 这下巴比Q了 其实这个古董石印 是静云她老爸生前给她留下的遗物 可她是个哑巴不能开口说话 没办法解释清楚真的急死人了 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情 我没有 周妈妈就把她关了禁闭 折磨她 好在我们的男主角周少甫 她还是相信静云的 她不忍看见静云在周家受苦了 所以她决定偷偷地把她给修了 还她自由 把名字写去 用印吧 不可以用印的 静云就这样离开了周家 俗话说得好 往往你迫切想找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是找不到它 可等你不想找它的时候 它就会撑得一下冒出来 果不其然 表妹找到她的古董石印 原来静云和她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石印 他们是真的错怪静云了 咱们都误会大嫂了 周少甫知道以后彻底破防了 咆哮吧少年 这个周妈妈也是很奇怪 她知道静云是被冤枉的以后 就以死相逼 一定要周少甫把她的好儿媳给接回来 她已经不是我们家的媳妇了 她已经不是了 她是她是她是 他们周家又全家出洞去寻找静云 此时静云刚回到她的志远哥哥身边 准备和人家远走高飞 还是小时候好 无忧无虑的 那咱们就重回小的时候吧 你看看你和她在一起过得多好 然而周家人突然出现 打破了志远哥哥的美梦 我原本以为周家人找来 静云会吓得躲起来 然而我错了 静云听说周少甫要来找她 她的第一反应居然是 周家大少爷爷来了 说要带你回去了 有镜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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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要补个妆 志远啊志远 你终究还是错付了 志远 打扮好以后 静云就去见了周少甫 静云就质问她 当初是你要分开 分开就分开 静云要周少甫给她一个 回去的合理理由 周少甫回答得非常爽快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来找我回去 是我妈的意思 你这样说哪个女孩愿意给你回家 你走 你走 你走啊 周妈妈在旁边看儿子不会说话急死了 她决定使出一招道德绑架 因为她早就把这个儿媳妇拿捏得死死的了 这一招最管用 难道你要妈给你下跪吗 好 妈 妈 妈 果然还是妈妈厉害 一出招就把静云给劝回家了 静云走后 只剩下可怜的志远 孤独地吹着索娜 她那是索娜 离开了 你吹着什么玩意儿 不知道以为我们家有多大喜事呢 静云回到周家以后 她就问表妹石印的来源 因为这个石印原本是一对 是林爸生前送给他两个女儿的 一个就在我们女主静云的手上 还有一个在她姐姐静兰的手上 可她的姐姐多年前离家出走 失踪了 所以她想通过这个石印找回她的姐姐 表妹就说 这个石印是从古董商人赵老板那边买来的 静云就赶紧去找赵老板打听 男主知少普得知了静云的事 非常的心疼 她刚得知自己的亲姐姐死了 如果再没几天 她这个老公也死了 那静云岂不是太惨了 她不希望静云过上这么痛苦的人生 于是呢 她就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让静云出去旅个游散散心 她说她身体不好 不能陪静云旅游 她另外找了一个人去陪静云 请你让她高兴 算是哥求你了 哥 你可真的是自律啊 她居然精心地安排 让自己的弟弟周少白 和静云一块出去旅游 想撮合他们两个在一起 我想到今天你要出去跟静云玩 我就高兴地睡不着觉 我拟了一张行程表 你看妥不妥当 你这衣服的颜色真的很应景 充满了高兴的感觉 静云呢是个非常传统的人 而弟弟周少白也是本本分分 虽然他们两个被安排同时出游 可他们两个各玩各地互不干涉 等晚上静云回家以后 周少普就要亲口尝尝自己种的瓜 你跟少白出去游山玩水 你觉得怎么样 没想到他们两个完全没有听他的安排 计划失败 周少普的内心多少有些扭曲 他觉得只有他死了 他弟弟周少白才会和静云在一起 于是第二天他就找到了少白 说出了一句震撼我一整年的话 推我下山来 什么 只有我死了才能成全所有的人 这真的太迷惑了吧 你是想让你的弟弟一辈子活在阴影当中吗 周少白实在受不了他大哥这迷惑的操作了 他干脆也一起死了算了 我办不到 让我死了 少白 少白 让我死 就这样他们纠缠了半天 最后他们兄弟还是达成了一致 为了打扫 好好活着 好好活着大哥 赶紧回家把你的大鼻涕给擦擦干净吧 经过这件事以后 为了尽早打消他大哥不正常的念头 他就决定和表妹相军结婚 全家人都赞同这门婚事 偏偏只有大哥周少普不同意 因为 正因为静云他很好 所以少白更不能够娶别人了 大哥 你是不是有一点走火入魔 弟弟周少白实在忍不了他了 火急火了的就和表妹举行了婚礼 因为周少普时日不多了 周妈妈就希望静云可以给周少普生个一儿半女 静云也是同意的 我想 为你 生孩子 可是周少普却坚决反对 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 他不希望他的孩子将来没有爸爸 我是个残废的人 生孩子反而是害人 可是周妈妈的道德绑架功夫是一流的 周少普实在是拗不过老妈 于是呢他就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 找个男人来帮他 我妈只不想抱孙子 那孩子父亲 我一定非往不可 我真的是要被这个周少普给笑死了 他的目标就是青梅竹马的志远哥哥 他把志远邀请到家里来喝酒 然后把静云和志远全部给灌醉 接着就实行他的计划 他把志远和静云放在了他的床上 这操作真的是太离谱了 连他们家的吓人都看不下去了 冲进房间把志远给抬走了 官方吐槽最为致命 不过这一切都被表妹给偷看到了 表妹就赶紧跑去周妈妈那边拱火 周妈妈又来使出她的道德绑架 周少普被逼的怒对老妈 他好得让我不敢去糟蹋他 我宁可 您给我找个咬解 让我图个痛感 耳学来的脏话 周少普眼看自己的所有的计划都失败了 他却决定逼静云离开周家 他觉得静云吵死人了 我不过去想一个人图个清净 清净 静云是个哑巴 他根本不会说话 你还嫌不够清净吗 为了赶走静云 周少普就在家里各种撒泼 甚至还动手打人 这一段真的是看到我精神崩溃了 静云就这样被他虐得遍体鳞伤 离开了周家 志远哥哥就主动跑来安慰他 不过呢 他说他只把志远当成自己的哥哥 没有一点男女之情 因为他的心里只有周少普 那个周少普 我不许你再回到他身边 我不许你这么说他 这下志远哥哥酸了 你对他真好 就像我对你一样 真的是扎心的真相 周少普把静云赶走以后 又舍不得了 每天在家里以泪洗面 哭得那叫一个惨 听说周少普每天想他哭得好惨 静云居然心软了 他二话不说就主动回了周家 谁说可以让你进来的 我说过 不准的他进周家门半步 嘴上说不准人家回来 身体却在很诚实地打扮呢 没想到静云回来以后 周少普还在嘴硬 他说他才不要静云回来呢 好 你嘴硬是不是 那静云就来帮你软一软咯 我不要看到你 你听到没 我不要 我的身心 说实话 这段真的好甜蜜啊 少普也终于放下了一切的戒备 他脱光了他浑身的刺儿 和静云做了一对真正的夫妻 这下周家人高兴坏了 只有弟弟周少白 虽然他也替哥哥高兴 可他的心里难免有一些 不能明说的失落 周少白只好跑去青楼 找了一个小姐姐苏凤 一块喝酒 没想到这个小姐姐苏凤 就是静云之前说的 他走失的亲姐姐静兰 其实他根本没有死 只是沦落在了青楼 苏凤还回忆到 其实那个古董店的赵老板 就是他的前男友 赵老板原本是一个穷小子 宁爸爸坚决不同意 他们俩的婚事 于是他就跟着赵老板撕登了 还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可没有想到赵老板 没多久就把他给甩了 而且还把他的儿子按金脉 所以才逼得他去青楼卖艺 孩子十公斤 我收你一千大羊 孩子二十公斤 我收你两千大羊 这谁收 我的天 这赵老板简直就是个老禽兽 苏凤觉得他背负的事情太多 所以他没有和静云相认 以我现在的身份 怎么好过去跟他相认呢 此时静云和周少普 过了一段非常甜蜜的夫妻生活 终于他怀上了宝宝 周家人都高兴坏了 只有表妹一个人酸不辣鸡 表妹心情不好 就跑去古董店 shopping 赵老板就趁机拱火 他说静云将来要生个长子 那以后周家的财产 就没有你的份咯 只要你大哥两眼一瞪 这周家庞大的家产 就都落在林静云的手里了 这下表妹相军就害怕了 这赵老板继续添油加速 他说周家有个禁地 玄机阁 谁都不可以禁 只要把他的嫂子 林静云骗去 那周家一定会对他 实施加法的 可玄机阁是周家的禁地 好妹子 想进去 难道非要自个儿开门 不可 于是表妹就骗静云 说玄机阁有林丹妙药 可以治周少普的病 静云信以为真 就闯进了玄机阁 他并没有找到什么林丹妙药 却发现了一个 绿如意 我晕倒了 静云惊呆了 因为这个绿如意 原本是他们林家的宝物 当年他们林家被抢到喜结以后 这绿如意就被人抢走了 为什么会出现在他们周家的禁地 静云就怀疑 是周家人害了他们林家 会不会 他们把我家害了 偷走了绿如意 于是呢 他就开始产生被迫害妄想症 整天觉得周家人要害他 他们好不容易才缓和的夫妻感情 又产生了间隙 为了让周家人更加混乱 赵老板继续添油加醋 他又给表妹编织了一个天大的谎言 他骗表妹乡君 说这个绿如意原本是他们柳家的宝物 当年周妈妈花钱收买了他 灭了表妹一家 抢走了这个如意 当初周母是雇了我去偷你家的绿如意 对不起 把你们全家灭考读 突然说出这么无稽的故事 正常人当然不会相信 全他妈的是无稽之谈 可是表妹 她信了 千错万错 都是我婆婆的错 这笔血债 我一定要让她讨回来 表妹决定要和赵老板联手 一起灭了周家 她们俩准备先开车撞死周妈 结果周妈命大 只是撞骨折了 从此周妈妈就坐上了轮椅 表妹又想出了一个毒计 她要推翻她的轮椅 撞向静云的肚子 来个一时二秒 不过可惜 她的计划又失败了 谁也没有死 不过这个时候静云就开始多想了 她觉得是周家人在害她 婆婆一步步的对我采取行动 难道真想置我于死地吗 于是她就决定送吃东西 回志远哥哥家 这个时候她的姐姐也坐不住了 就冲出来和她相认了 你是姐姐 是的 姐姐也告诉她 赵老板不是什么好人 她的孩子也在赵老板的手上 赵老板很有可能就是幕后黑手 静云也觉得 周少福不可能害她的 所以呢 她还是回到了周少福的身边 少福真的开心死了 为了帮助姐姐 从赵老板那边抢回儿子 她就让志远哥哥帮忙 溜进了赵家 我是你妈妈的好朋友 她叫我带你去见她 真的 真的 大哥 不知道还以为你是人贩子呢 就孩子的时候 志远还偷听到 原来赵老板真的是幕后黑手 虽然你们这次没能按计划 把老太婆撞死 不过呢 也算间接性地完成了任务 这赵老板是姐姐的前男友 但是林爸不同意他们的婚事 赵老板就带劫匪挤了林家 杀害了林爸 抢走了他们家的绿如意 然后他转手就卖给了周家 还骗周妈妈这是摆风水的宝物 谁都不给乱碰 所以周家才会把这个绿如意 藏在禁地 这赵老板果然是幕后的大boss 可是偷听的志远 动静太大 还是被发现了 赵老板就一枪打死了他 快追上来了 快跑 等静云赶来的时候 他只剩下一口气了 相信赵天林 赵老夫人 好家伙 就说这么几个字 真的是急死人了 静云就开始怀疑 当年肯定是赵老板和周家 联合起来灭了他们林家的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同谋的有多少人 你是怀疑我妈 这周少卜是个户妻黄魔 他当然选择相信静云 这下他们夫妻两下 开始一起躲着周妈 傻不愣当的表妹 居然还听着赵老板的忽悠 为了争夺周家的家产 他们派人在半路 劫持了周妈 然后对他一顿毒打 逼他交出家里保险柜的钥匙 小包包里 为什么这句话说的那么萌 表面还觉得 他只是在为父母报仇 没有什么不对的 眼看周家就要被赵家拿下 姐姐苏凤终于站了出来 撕开了赵老板的假面具 他通过赵老板身上的纹身 认出了当天晚上 去他们家放活的人 就是赵老板 他还回忆到赵老板嫌很穷 被林家 周家 还有表妹他们柳家 三家联合起来羞辱过 赵老板就是因为受了他们三家的刺激 所以这些年他一直在找机会祸害这三家人 这下表妹才发现自己报出了仇了 你瞎说什么大实话 最后姐姐苏凤挡下了赵老板的子弹 你去死吧 我做了什么 没想到赵老板对他还有情 他立马抱着苏凤就跑了出去 我原本以为他会把他抱去医院 没想到他只是把苏凤抱去了野外 说土味情话了 这些年后怎么会一直这样的对付 其实他是真的爱苏凤 只怪他们的长辈不同意他们的婚事 最后赵老板饮下毒酒自尽了 和苏凤一块去了 他们周家人也终于重归旧好 周妈妈也废除了他们周家的家法 这是我们周家的家法 我准备把他废了 经过了这么一系列破事以后 周少谷也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撒手人寰 在我走之前 没能听到你说一句话 我好遗憾 伤心的金云居然在最后开口说话了 小谷 你答应我一定要跟我在一起呢 整个哑巴新娘的主线故事也终于结束了 虽然这部剧的剧情真的很狗血 但不得不承认 剧中所有的主角配角的演技真的太好了 整个看得我代入感太强 眼泪真的是止不住的流 完结 洒花 最后归求各位安娜达给大头虫点一个订阅 你的订阅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大头虫是虫子说定你在油管的唯一照耗 感谢大家的支持 么么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